莫沃尔帝国 莫沃尔帝国是作为征服者的蒙古帝国最后的迂回 帝国的创建者天才少年巴布尔 是世界上两个最著名的征服者的后代 他父亲是天布尔的后代 母亲则属于成吉斯汗黄金家族 莫沃尔这个词其实就是蒙沃尔的发音 是波斯语蒙古的一词 作为征服者成吉斯汗和天穆尔的后裔 巴布尔立志要建立一个帝国 1494年 就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用教皇子武县 瓜分了世界那一年 12岁的巴布尔继位 但他统治的只是天穆尔帝国 一个很小的藩国菲尔甘纳 三年后 15岁的巴布尔率大军攻下了帝国首都撒马尔汉 世人震惊 但随后乌兹别克人崛起 击败了巴布尔 并且毫不留情地把他驱逐出了中亚 此时 百战余生的巴布尔仍是少年 帝国梦想仍未破灭 他率领残存的军队 占领阿富汗 进军印度 凭借这支军队和自己 从乌兹别克人那里学来的战术 成功地推翻了德里苏丹国 建立了莫沃尔帝国 完成了自己的帝国梦 莫沃尔帝国的统治者是穆斯林化的蒙古人 而大多数被统治者则是印度教徒 官方语言则是波斯语 太极灵就是这些不同文化在莫沃尔王朝内融合的典范 这个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 按照自己的路线缓慢前行 直到与一个来自海洋文明的公司迎头相撞 16世纪 东印度公司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贸易互战权 为经济掠夺的方便 还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和殖民机构 从而成为了一个军政经合一的殖民公司 1612年 东印度公司请英王詹姆什一氏 派外交人员拜访莫沃尔皇帝贾汉吉尔 请求用欧洲的珍宝换取东印度公司 在印度开设工厂的权利 愚昧而贪婪的贾汉吉尔十分高兴 为得到欧洲珍宝 他给英王回信承诺 作为对你皇室的恩爱 我向所有我统治的王国和海港 下令接受任何英国商人作为我的朋友 他们享受无限制的自由 不论他们到达哪个海港 葡萄牙或其他人不准打扰他们 他们可以任意交易 和向他们的国家运输 这封愚蠢的外交文书 打开了莫尔帝国被征服的大门 1613年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西部的苏特拉 设立贸易战 又在印度东南部的马德拉斯建立商馆 1698年买下加尔哥达 不仅如此 东印度公司还利用当地人 建立起强大的雇佣兵部队 1849年 在两次战争后 彻底吞并 从一个公司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 东印度公司以贸易为名 干净了坏事 他们走私鸦片 贩卖奴隶 倾销商品 掠夺财富 简直就是帝国肚子里的回崇 一点一点吸干了这个国家 他还不尊重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信仰 并大幅度降低印度雇佣兵的待遇 使得不满情绪在各地酝酿 终于爆发了印度民族大起义 这是莫沃尔帝国 历史上最后登场的时刻 1857年5月 印度起义者 拥立莫沃尔帝国末代皇帝 巴哈多尔沙二世为印度皇帝 号召全国人民不分宗教信仰 奋起驱逐英国殖民者 四个月后 英国殖民者攻入德里城 巴哈多尔沙二世投降 1858年初 最后的起义领袖张希女王牺牲起义失败 不过 虽然起义被镇压 但东印度公司却因镇压起义 导致入不敷出 濒临破产 只好找英国议会求助 此时 东印度公司的暴行 已经令英国议会非常不满 1858年 英国议会决定 解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行政管理权 英国政府直接控制了印度 彻底断了东印度公司成为国家的念头 东印度公司也逐渐衰落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 东印度公司对莫维尔的进攻 不是一个帝国对另一个帝国的攻击 而是海洋文明对游牧文明的降维攻击 但这种文明的征服 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胡作非为 而成为了文明的耻辱 也是在1858年 投降了东印度公司的莫维尔皇帝被放逐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则被授予印度女皇称号 成立英属印度 莫维尔帝国灭亡 作为成吉思汗 帖木尔和巴布尔的后代 他们最终未能守住蒙古人最后的帝国